我国第三艘航母,也就是03号航母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,因为这将会是一艘核动力航母。 而且,在我国电磁弹射技术已经逐渐成熟的现在,电磁弹射系统也很有可能将安装在03号核航母上。 从吨位上来说,核航母不可能太小,在我国已经有6万吨级国产航母的基础上,03号核航母具备8万吨级排水量,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值。 这样的吨位已经具备了部署歼20隐身战机的能力。 但是,03号航母采用了大量新技术,比如隐身舰导、核动力、电磁弹射、舰载型隐身歼20战机、新的远程预警雷达和反潜系统等等。 要想真正服役,应该需要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,完全掌握至少要到2022年了。 因为所有的系统还需要长期测试,起码舰载型歼20和电磁弹射之间的配合,就需要至少一到两年时间。 但是,一旦电磁弹射和航母服役,那绝对是惹不起的。 毕竟美军现在服役的10艘航母上,搭载的都是F-18大黄蜂战机,都是常规战机,对近20隐身战机落后了一代。 虽然美国也有电磁弹射核航母,也有F-35隐身型舰载机,但是,福特级航母现在也只有一艘,与我国03号航母在数量上是一样的。 建军初起,解放军保长炮火压制之苦,新中国成立以后,我军就着手大力发展火箭炮。 如今,我国火箭炮技术已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的宝座,已强大战力,更是让邻国印度有了黑云压城般的恐惧感,万炮齐发,寸草不生,这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。 微信关注军迷圈,回复中国火箭炮,带您领略世界最强的中国火箭炮部队。